哇 流走了 轟轟轟轟的土石声 雨水夹带大量土石 不断往下冲刷 河城边的铁皮屋 瞬间被大水掏空 直接被冲走 有一半的桥墩 桥面已经被冲垮了 而且这边的路面也被掏空 更糟糕的是滚滚泥流 还不断的在冲刷旁边的房子 可以听到呢 现在爆出了很大的一个声响 下了整夜豪雨 南投河流持续暴涨 下午雨势转大 不断冲刷桥墩 南投台21线旁的神木村 当时滚滚石流 一直吞噬铁皮屋公僚 最后就在镜头下 无情的坠入席中 居民看到这一幕 也非常触目惊心 而另外在对面的同龄村 也是唯一通往台21线 行中横公路 必须靠对岸道路才能通行 现在民众都只能绕行 10公里才能到达 记者综合报道